老太婆,我决定把房子过户给牛仔 你疯了吧,房子给了牛仔,那司聪怎么办 牛仔现在已经有两套房了,要那么多房当饭吃啊,你以为人家会稀罕 稀不稀罕是他的事,做不做是我的事 你知道今天的医药费是怎么才交上的吗 那还用猜,肯定是牛仔交的 你以为我还有脸在跟牛仔要钱吗 我给老二打电话,让他把拿去的十万块钱还回来,给我交医药费 你猜你那个逆子是怎么说的 能怎么说,他肯定会想办法帮忙凑钱了 只可惜他没那个能力,这个逆子,他宁愿拿钱买车都不愿意给我交手数费 那破车比他爸的命都重要 他还小,人情世故不太懂,司聪的本性是善良的 老头子是不是牛仔和你说什么了 你才对司聪这么有成见,我们在给他家带孩子的时候 他对我们多孝顺了,还带我们去郊游散心,你别把孩子想坏了 他对我们好那是有目的的,那是我们身上有存款 现在全都补贴给他们家了,现在你去他家,他不把你赶出来算我白活七十年 你再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司聪会对我们不好,等会我就去问他 还有,和司聪打完电话后,我又给女儿打了电话 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他买房跟我们借钱凑首付,我们没有借给他 再加上司聪说的那些话,却失伤了女儿的心 他们两口子挣得少 这么多年了,欠的钱还没还清,也不知道这些年吃了多少苦 我这个做父亲的惭愧呀,没能帮他一把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咱家有俩儿子,这是和女儿没关系 出钱是情分,不出钱是本分,不要指望他 儿子女儿不都一样吗 你的老观念要改了,过去是我们错了 这次我生病住院,明白很多道理,我也看淡了 趁我现在每个月还能领退休经,我们赶紧攒点钱吧 没准哪一天我没了,你也不至于饿肚子 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老二老三不管我,牛仔也不会让我饿着的 就你平时那偏心样,牛仔会管你,可他媳妇呢 能给你好脸色看吗 何况现在让你把事情闹这样,牛仔要妻离子散了 他连家都没了,还会收留你吗 离啥离,不就是小两口吵架闹脾气,还当真了 你明天就要做手术了,牛仔这个关键点和你说这件事情 他存的是什么心呢 别冤枉牛仔,他啥也没说 是我自己打电话给大儿媳的 他说要和牛仔离婚,就是因为我们的偏心伤害了他们 他们一定要离我也没办法,牛仔条件那么好你怕啥 只要牛仔能赚钱,一切都不是问题 你就是一想天开,有条件又怎样 再娶个厉害的,看你这样偏心,不打得你满地爪牙才怪 想再娶个像小丽这样的媳妇就难了 难道你把房子过户给牛仔,是想用这套房子讨好小丽 让他们不要离婚了吗 我看没这个必要,只要我们以后多偏袒他们一点就好了 你偏袒他们,我看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信吧 小儿子只要在你面前卖个惨,闹一下情绪 没准那套房子就是他的了 你说破天我也不同意 我必须把司聪叫回来一起商量这个事情 你爱咋咋地,反正我心已决 等我出院就去办理这个事 到时候你不同意,我也不和你过了 婆婆看老头子心已决,急忙给小儿子打去了电话 儿子,你爸刚才和我说,等他出院后要把我们住的房子过户给你大哥 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你赶紧回来想对策 爸他老糊涂了吧,大哥都已经有两套房了,还要过户给他 那我算什么,难道我不是他亲生的吗 我现在就坐飞机回去 五个小时后,小儿子就匆忙赶到了医院 爸,没经过我的同意,绝对不可以把房子过户给大哥 司聪,房子过户的事情等爸做完手术以后再说 现在谈这个会影响他的心情 大哥,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吃亏的是我,你当然不着急 如果等爸做完手术,要是他醒不过来或者恢复以后啥也不记得了 怎么办,现在必须处理好这个事情 你吵什么吵,我还没厌弃呢 这套房子我是一定要过户给你大哥的 爸,你有两个儿子,你不能把房子只给一个人 最起码我们要平分这套房子吧 何况我哥那么有钱,还有两套大平层,我就一套小房子 那我以后的日子啥时候能赶上他 还有,你把房子给大哥了 那我以后逢年过节回老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 对呀,老头子,司聪分析的没错 在老家我们得给他留个落脚的地方 老太婆,你就听着忽悠吧 我现在还活着呢,也没见得逢年过节回来看我们 以后咱不在了,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 等他一拿到房子,马上就会卖掉 是我们走后卖掉,还是现在卖掉 那可就说不准了 爸,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呢 你放心好了,你们这个房子我肯定是不会卖掉的 我留着它是要做个念想的,妈 你再和我爸好好说说 房子绝对不可以给我卖的 老头子,就算房子最后卖掉 那也是他的自由,我们都已经不在了 留着房子有啥用 我们现在是讨论房子过户给谁的问题 你不要把问题带偏了 我怎么就把问题带偏了 我以前偏心他的还不够吗 他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老婆子,你越对他好他越没良心 自从他结婚后,好几年了他都没回来看过我们 一听说我要把房子过户给他大哥 还没几个小时就跑回来了 你说他这些年给过咱们一分钱的生活费吗 连我生病住院的钱他都要拿走 这样的儿子,你还心疼他干什么 买房子的时候给了他五十万 买车给了二十八万 还不算我们平时补贴他的那些 你再算算我们给过老大几个钱 老大从小就学习好 大学也是好大学 现在工作的工资也很高 根本不需要我们帮 但是思聪呢,没能力没学历 出来找个工作都是磕磕碰碰的 如果我们不帮他,那他的日子得多难了 我和你讲这么多,不是说他生活过得好不好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他对我们根本没有一点孝心 老大从我们这里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他依然很孝顺我们 我不把房子留给老大 难道还要给这个白眼狼吗 你个死老头子怎么这么讲 房子还有我一半了 由不得你全部给老大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 那我们就离婚,房子卖了,一人一半 老父亲听了一时气气功心 气晕了,立刻手术急救 牛仔,都怪你 今天这个事就是你们家引起的 要不是你媳妇闹离婚 会有今天这个事情吗 要是你爸出了意外我跟你没完 妈,这个事情怎么能怪我们呢 爸决定把房子过户给我 那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们又没有要求过 但是弟弟今天这个时候来闹 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你不知道弟弟的性格吗 只要关于钱的事情比谁都敏感 就算是你认为爸做的不公 那你也等爸做完手术 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联系弟弟啊 现在这个情况都是你们造成的 别把锅甩到我头上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居然敢跟我顶嘴 是不是想把我也气倒了送进去 大哥,你不要这样说妈 爸把房子过户给你 妈把我叫来有什么错 你是想一个人独吞这套房子吗 我看还是趁爸没上手术台 赶紧处理好 要是万一下不了手术台 那可就麻烦了 你也太没良心了 怎么能这么诅咒爸呢 难道你希望爸下不来吗 你就不担心他的病情吗 此时医生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谁是病人的直系亲属 现在病人出现大面积出血 需要输血 医院里的AB型血液储备不够 希望直系亲属可以先去献血作为备用 我是他儿子 我的血型和我爸相同 是AB型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 但是我也是亲儿子 应该没问题 司聪,有你什么事 有你大哥一个人抽血就行了 你凑什么热闹 你不要去 倒是用不上就便宜医院了 妈,这都啥时候了 还算计那些干什么 如果我爸手术成功后 知道我连血都不愿意给他输 更让他怀疑我的孝心了 到时候房子我更没份了 那行吧 你自己注意身体 二十分钟后 弟弟,你的化验单拿错了吧 你的血型怎么是O型 爸妈的血型都不是O型啊 没有拿错 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会不会是护士弄错了 我怎么可能是O型 小儿子到底是拿错化验单了 还是和父亲没血缘关系呢 未完待去